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咦 咦 这么可爱的动物不是应该很受欢迎吗 对了 如果石虎灭绝 台湾就少了一个物种 生物多样性是不是会降低呢 物种减少确实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一种形式 老师之前介绍过 生物多样性有维持食物网的功能 石虎消失的话是不是会影响食物网呢 没错 石虎是森林中的肉食动物 会捕食松鼠或兔子等小型生物 如果石虎消失 这些动物少了天敌 应该会生活得更快乐吧 那样它们就会大量繁衍 松鼠兔子都是草食动物 如果数量变多的话会怎么样呢 它们会把森林里的草跟种子吃光 石虎灭绝 初级消费者没有天敌 会大量繁殖 生产者将不够被食用 食物链会受到影响 继而影响整个食物网 甚至于是整个生态系 没想到一个物种的消失 会牵连到那么多其他物种 我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思考看看吧 麻雀以植物种子与昆虫为食 曾经因为偷吃作物被人们扑杀 参考以下食物网 请问人类的行为可能得到什么结果 A 玉米田再也没有天敌危害 年年大丰收 B 老鹰失去食物 从此掘机 C 蝗虫失去天敌 大规模繁殖 玉米田欠收 答案为C 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后果这么严重 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之前 要先了解原因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哦 我们先来看看 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吧 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查找资料 他们输入关键字后 选择了一个可信的网站进入 生物多样性消失的主因是人类 这里有整理出几个原因 这些原因的字首放在一起 刚好可以组成河马 HIPPO的单字 我们刚刚讨论过的石虎消失的原因 就是这里的H 漆地流失哦 石虎的漆地 为什么会流失啊 眼泪不断进行土地开发 压迫到了石虎的生活范围 找不到新家的他们 数量就变少了 那剩下几个单字是什么意思呢 HIPPO指的是外来种的引进 外来种缺少天敌 再加上繁殖力强 会破坏生态平衡 台湾也有外来种吗 我知道 小花曼泽兰就是外来种 会竞争阳光 导致原生物种 无法行光合作用而死亡 原来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这个P是指什么呀 它代表人口成长 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总数 已经超过70亿了 2050年更可能会达到100亿哦 我知道 人越多就需要开发更多土地 更容易造成漆地破坏 对呀 而且更多的人会开发更多资源 制造污染 这也是下一个因素 P污染的主因 人类都造成了什么污染呀 人类制造的污染可多了 像是汽车 工厂废弃等 会造成空气污染 这些废弃包含造成 酸雨的酸性气体 影响生物荷尔蒙的代药心 还有造成呼吸道疾病的 空气悬浮为例 废弃会造成空气污染 那废水是不是会造成水污染呢 没错 其实一般家庭就会产生含有有机物质的废水 造成河川优氧化 导致水中生物缺氧死亡哦 而有的工厂会产生含有大量重金属的废水 废水在渗入土壤影响作物 台湾就曾发生可怕的隔米事件 米中含有隔金属 吃多了会得痛痛病 让人全身发痛难以医治 听起来好严重哦 看来废气跟废水的排放 要好好管吃才行 最后是欧 过度消耗利用 例如狐狸猫最喜欢吃的鱼 近年来因为过度捕捞 导致鱼货量越来越少 这样以后我会不会吃不到鱼了啊 所以资源的使用要适度 考虑永续发展才能有源源不绝的资源哦 我们今天已经讨讨论这么多了 大家觉得哪些生活中的行为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呢 答案为B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内容吧 1. 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可维持生态系的稳定 2. 物种减少是生物多样性降低的一个警讯 3. 生物多样性降低会影响生态系各阶层的结构 4. 人类活动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因 5. 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主要因素 可用HIPPO一词表示 分别为 1. 当漆地流失会压迫生物的生活范围 2. 当外来种的引进会破坏生态平衡 3. 当人口成长增加会加剧污染情形 4. 当污染增加会影响环境生物 5. 当过度消耗利用会使可用资源减少 与其他大陆隔绝的澳洲 原生种一旦受到外来种侵袭 就很容易陷入灭绝危机 澳洲袋鼠就曾因为欧洲殖民者的到来 一度濒临灭绝 然而今天身为国宝的袋鼠 却因为数量太多泛滥成灾 政府每年都计划合理补杀100万只袋鼠 同学们 你知道是什么让袋鼠 从曾经的濒临灭绝 到今日的泛滥成灾吗 欢迎查询资料后留言告诉我们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